在星期日晚8點多 深水堡福華街180號對開 上演了一幕兩夫妻街頭混戰的戲碼 話話話 女方拖著兒子還要起飛腳 很狼死的 可憐的小朋友在旁邊哭得很淒涼 話說這對中年夫婦懷疑因為家事問題 吵起上來 更加互相拉斜 丈夫不堪太太的糾纏憤怡報警 警員港帝後分開兩人調查 雙方經警戒後願意和解列作糾紛案處理 不過由於小朋友在兩人拉斜期間 被摔倒在地上 頭部更加撞向街鋪的石膊 差點撞穿頭 需要送院治理 警員事後通知社工跟進